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我是吳怡沛 趕快來關心11月7號 娛樂圈的大小事 要提醒大家 今天的節氣是立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補一補了 雖然今天在台北還有 全台灣各地 其實天氣都還算蠻熱的 但是呢 在台北還有全台灣各地 在大陸北京聽說已經冷到一個 洞北條的地步了 所以有很多的明星 他們去出席了一個 北京的時尚派對 大家都很關心 時尚教主范爺到底穿什麼 聽說范爺是穿了一個 戴著一個很可愛很大很大的雪帽 就很符合冬令時節 但是大家還看到說 范爺在前幾天 他竟然在微博貼出一個 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題 上面寫著絕育兩字 絕育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再生小孩了 所以大家就不免聯想 難道范爺還沒有結婚 他已經要他男朋友李承去結紮了嗎 時尚雜誌日前在北京 舉行十一週年慶祝派對 現場大咖雲集 雖然當天氣溫只有十幾度 但是為了要美美走紅毯 女星們還是搬出了意志力 敬業的寄出薄紗短裙 要來殺光攝影師的底片 上身暖 我說我就先缺一件搭配 就是缺了一條秋褲 我還已經留了一個身上 穿那個暖和點的上衣還是暖的 我發現我好像錯了今天 今天就不冷了 有全能男生之稱的陳偉廷 也挽著荷蘭超模 原諒小編無知這個名字 我真的不會唸 總之就是兩個很吵的人 開心的手牽手一起走 但是這一次的打扮 我覺得比較casual 比較sporting 所以走起來比較舒服一點 總是驚豔全場的女生范冰冰 這次雖然穿的一身黑造型還是強眼 對 我今天看起來很暖 對 因為也是這個造型 因為是在晚上 所以可能是一個全身的黑 所以希望有一個帽子做一個亮點 對… 雖然范爺穿得很暖 但黎晨的心卻很冷 因為范冰冰日前在微博上 貼出一張絕育的照片 第一時間讓人以為 她該不會想要絕育吧 兩個人之前一起上綜藝節目的時候 不是還大方聊房事嗎 黎晨剛不會是不乖要被處罰了吧 想這麼久難道是八年前嗎 我… 為什麼還沒這一集 我從澳洲回來以後的… 還好 其實這只是范爺一愛貓找的資料 大家不要緊張 這對情侶還是很恩愛的 就是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好 大家真的不要緊張 我們那個小編真的是快把我嚇死 我心想說范爺都還沒結婚 那她不是就直接判斷男朋友死刑的意思嗎 好 再來看看就是大導演李安 跟她的兒子李淳 兩個人一起合拍新電影 即將要上映了 不過這電影還沒上映 話題就滿多的 因為這部電影裡面是個戰爭片 裡面有超級多爆破的橋段 這爆破可不是什麼小鞭炮爆破 聽說火箭炮都拿出來 但是李安她卻指明說 要她兒子親自上陣是不給替身的 看來果然大導演李安的兒子 真的不太好當 大導演李安和兒子李淳 吸手推出新電影吸引了許多 演藝圈大咖來站台 雖然李安表示當初 並不希望兒子入行當演員 但是小編私心覺得 老村長得這麼帥 又做一個德國奧斯卡的導演老爸 不當演員太可惜了 我覺得我們做這個 就是藝術這一行 或者娛樂這一行 也不說要點亮自己 照亮世界還是怎麼樣 覺得感覺是燃燒 所以她常常做演員 我第一位 她還反正不要做這個東西 希望她改變 或是她也很喜歡做 那我還是很祝福她 雖然是自己的兒子 但是李安導演 一點都沒有偏心 電影中的危險場面 都是讓李淳親自上場 他真的有讓你開火箭炮嗎 真的有 真的有 當然加了一些特效 但是基本上是有爆炸 那所以是 你有自己申請說 我非常想嘗試一下這個 更危險的 更有難度的這樣的場景嗎 沒有 因為我當時的肯定是 為什麼要選我去放火箭炮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合適的 我覺得這國島沒有私心 我希望是她放火箭炮 然後把那個效果做得再好 所以那個私心 還有爆炸還放在她旁邊 哇塞 導演真的是為了藝術 什麼都可以犧牲 李淳自己要小心一點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果然大導演李安是絕無私心 因為他火箭炮最危險 他都讓他兒子去做 其他劇組演員 應該也就是鴨雀無聲 沒有人敢再說些什麼了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大在南韓 擁有超多粉絲 在台灣也是 這個天團Infinite 他們來台灣舉辦了見面會 當然在現場 謎歌謎姐們當然就是尖叫一片 因為他們就使出了招牌動作 比個愛心 啾 相隔一年多 在渡西台的南韓天團Infinite 6號在台大體育館舉辦見面會 吸引3600名粉絲喬 一開場接連唱跳兩首動感歌曲 再現招牌刀群舞 不過團員東宇因為腳傷 在表演時只能坐在一旁觀看 也讓粉絲心疼不已 大家好 我是Infinite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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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非常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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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說東宇啊 你那是什麼笑聲啊 親切和台灣粉絲打完招呼後 團員們搶著擺出 示愛的招牌愛心動作 完全是撩妹達人啦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1 2 3 喔耶 接面會上 團員們也和粉絲一起上演甜蜜大合唱 不過台下粉絲合唱時破音 竟然被我們優勝聽出來了 我還要拍照片 充滿舞台魅力的Infinite 這次只短暫停留兩天 讓人想大喊歐巴 開始嘛 這是娛樂台北台方報導 好 明年是張宇生的逝世20週年 張宇生有一首非常非常紅的歌 我想要輕輕喉嚨唱一下 帶我去月球 那裡空氣稀薄 帶我去月球 充滿月事肯動 還好沒有破音 然後他們的同名電影 就是帶我去月球 即將要上映囉 男女主角是劉以豪還有宋芸化 演員劉以豪 宋芸化 雅瑪 李全 嚴正男 十枝田 姚愛妮 五號出席電影記者會 六位主角在片中組成樂團 樂球邦 除了要學習樂器還得培養默契 沒想到暖男歐巴以豪 居然傳出被霸凌 好想幫他秀秀啊 而一旁的宋芸化則表示 因為以豪脾氣好 讓以豪大呼每個人都蠻過分的 他是Keyboard Bass 吉他 爵士鼓 吉他 對 然後大家在練團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默默地培養很多默契 這樣 就是唱歌其實是自己都很喜歡 但他要配上吉他同時進行的時候 會真的滿崩潰的 還是很開心 可是現在跟以豪討教討教嗎 我們吉他的部分 可能要討教是李全 正常加油 加油 這劇組真的是不好呆 一直被霸凌 就這個戲裡戲外 我覺得大家非常的入戲 就可能是戲外大家也在說 以豪加油好嗎 就覺得大家到底是在關心我 還是真的是在叫我加油 那以豪脾氣好啊 你亂想 他最過分 他也真的 每個人都蠻過分的 感受到滿滿的愛 我們需要霸凌 離開這個社會 芯片名稱 和以孤歌手寶哥 張宇生的 帶我去月球同名 剛好迎接明年他 逝世二十週年 希望讓大家重溫 以及傳達追逐夢想的精神 不知道咱們 1992年出生的雲華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呢 帶我去月球 對 很有緣分 我覺得我看到他 剛好是1992年的時候出的 老實說我沒有聽過這首歌 在這之前 但是我一聽 我覺得欲罷不能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的旋律 跟他整個節奏太特別了 就是非常有張宇生的味道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緣分吧 跟這個同一個年 所以我覺得 帶我去月球真的是很推薦大家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Live直播的現場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呢 其實身體健康其實很重要 當然在演藝圈工作的各位 很多觀眾都想說 你們怎麼可以每天都看起來美美的 然後好像有鐵打的身體 好像永遠超都超不累 我告訴大家 真的是會累的 演藝圈當中鐵人1號的憲哥 其實在上個禮拜 不是有一個新聞嗎 憲哥錄影錄到半夜 然後隔天完全都沒卸妝 就直接送醫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他膽出了問題 所以開刀 然後拿下了這個膽結石 所以憲哥的健康狀況出了問題 大家就在關心說 憲哥那麼鐵人 那其他人到底藝人 是怎麼保養身體 我們今天請到了苦主2號 就坐在寶座上 就是我們的玉琳哥 歡迎玉琳哥 憲哥如果是鐵人 我就算是同仁 還有 所以是18同仁 我以前也是18同仁 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 你今天玉琳哥會坐在這個位子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現在手上就握有玉琳哥 在這一次 機密報告 對 機密的 這個不能流傳出去 你知道什麼我們健康 那個是要列為那個很大的機密 那你又不是總統 對 我不是 所以我說了也是百說 對 但是你知道 很多藝人 都不敢把自己的健康報告 攤在陽光下 對 我OK的 我這個沒有秘密 對啊 我就是透明人 不是 因為我們今天整集的主題 就是要來救救玉琳哥 看一下你的健康狀況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現在的健檢越來越進步 你看以前都是一張紙對不對 現在厚厚的一本書 對 感謝高雄榮總 為我做的一個 有業配 貼心 公立醫院還有什麼業配 就是有認識的醫生 對 認識的醫生 技術不錯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請到玉琳哥 當然今天還有兩位藝人 還有一位專家在現場 我們先來看看 玉琳哥他的身體健康狀況 出了什麼問題 他做了健檢之後 首先我們看到就是 最近台灣人其實 大腸癌的耗發比率超高 對 看一下玉琳哥的大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看 大腸直腸外科診斷 大腸席肉 混合製 就是內製外製啟發的意思 就是那首廣告歌 知道有外製 不知道有外製 知道有外製 不知道有外製 好凡 這台一首 一般人普遍知道有外製 因為外製摸得到 但是殊不知有內製這件事 這台首好想學 你大概晚上12點以後 密切觀察 做節目進廣告的時候 這個好笑 就是好幾個上班族有沒有 然後跳那個舞 知道有外製 不知道有外製 不知道有外製 意思嗎 就是你有謊合製 就是知道有外製 不知道有外製 就是內外製兼具 都有了 然後看一下 大腸增生席肉 依切片報告 所以他有幫你切片 有…所以是良性的 這個席肉的問題 耗發於那個男性 因為可能男生喜歡吃那種油炸類的 那必須要講一個觀念就是說 幾乎很多的大腸癌來自於席肉 但是席肉未必會生成大腸癌 你是在問你自己的健康報告 沒有…是真的 下一個安全的註解 現在的健康檢查是這樣 大腸境以前大家下得要死 是 說什麼會痛會不舒服 現在很多都媽媽 現在躺著 陳先生喊到3 你就睡著 我說我這麼沒在幫你醒 我就要抗拒 1 2碰 我也是… 然後我說 我說請問你是吳宜佩小姐嗎 我說對 數到1 2 3 1 2 然後醒來以後他告訴我說 他有看到大腸肌肉 他已經幫我切除了 所以現在的大腸鏡其實 相當有效率 切切除就沒事就OK了 你不只只有大腸問題 你的腸胃也很有問題 他的腸胃科 尿什麼尿素酵素試驗呈陽性 食道發炎 食道表潛慶潰瘍 幽門感菌潰瘍 又切片報告 好 聽起來淋淋種種 一切都是來自一個原因 胃潰瘍 胃食道逆流 胃潰瘍 火燒心 對 火燒心 我以前那個 40歲以前 聽人家在講火燒心 或者是面試廣告有沒有 我都噗嚓一笑說 怎麼會有人有這種問題 一直到45歲那一年 有一天我在睡夢中 安翔的睡著 怎樣 然後突然 突然一股那個暖流 從我的肚臍這邊 開始往上升 然後我就 哎唷 喂啊 火燒心找上我了 走 喝咖啡 出田鼠 馬鈴甲 妳要好好的保重妳的身體 不要緊講謊 那個杯子 然後火燒心呢 因為那個胃酸 讓我一點時間解釋一下 那個胃酸 因為我們就會從胃 然後逆流到食道 食道受到胃酸的侵蝕 所以它就會發炎 所以火燒心 別看那是小事情 是大事情 因為它會連貫整個消耗系統 差不多受胃酸的影響這樣子 你除了胃食道逆流之外 你還有膽囊 還有小息肉 又切掉 你到底切了多少東西 那個還好 那個醫生是說還OK 還是在可控制的範圍 但我覺得很慶幸 要幫玉琳哥講 他其實在依他的年紀 跟他的身體健康狀況 跟他這麼不作息 不正常的吃東西 他沒有三高 所以我覺得是 三高 然後關於那個 像很多人血糖 各方面問題 這方面我倒是沒有 然後高血壓這方面問題也沒有 那動脈 我們全身動脈很多 那很多人不是動脈 鈣化或硬化之類的 我些微 是在某一個部 不是整條 是某一個部位 不要再解釋了 所以那個是小事情 對 那我最近就很留意 醫療資訊 所以我每天看報紙 報紙說 不能吃油炸 不能吃燒烤 我嚇到以後都不敢看報紙了 不是 不是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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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油炸 跟不要燒烤 不是 不要燒烤 那我有個朋友怎麼樣 你知道嗎 等一下 先介紹來賓 10秒鐘就好 我有朋友 說聽人家講說 那個睡覺的時候 把手機放在枕頭旁邊 對 說腦會病變幹嘛 他嚇到以後 這個不敢放枕頭旁邊 都把枕頭丟掉了 你好煩喔 我要介紹來賓了 今天玉琳哥呢 是他的健康報告檢查 有一些些小問題 但我們今天請到兩位藝人 他們都是養生掛 菜自己種 果汁自己打 我們請到林國基老師 還有影萍 哈囉 大家好 好 當然我們今天呢 有很多健康保健的資訊 要帶給大家 所以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營養師高明明 歡迎明明 厲害 那個營養界最漂亮的一個 我想問一下 你不要露出去了 對 很漂亮啊 你不能說 看到美女 妳就好像態度比較冷漠 對 我等一下會對妳很熱情 我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我剛剛講了一下 玉琳哥的那個 健康狀況報告 真的我們如果 沒有吃得很健康的話 就會越來越糟糕嗎 這真的是息息相關嗎 其實這跟生活習慣 很大的相關 剛剛一聽到就是 玉琳哥的那個 檢驗報告之後 我就一直很想問說 就是每聽一項說 你是不是三餐沒有正常吃 我跟你講 我已經長達30年的時間 沒有在吃早餐 除非有時候出外景 製作單位有準備 等一下 你有語病 你說30年的時間 你今年幾歲 我不管 反正就是你想要的人 年齡 好 然後我相信宜佩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 就是很難準時吃飯 有時候中餐搞到下午2點 晚餐搞到9點 好啦 那9點吃了以後 可是我們又晚睡對不對 凌晨2 3點才睡 結果凌晨1點還在吃泡麵 對 或者是常常就是 工作結束之後 大家可能會空腹很久的時間 大家一起去吃什麼麻辣鍋 對 就直接吃太刺激性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生活習慣 調整過來的話 我相信會改善非常大 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說 他們都覺得我誇張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妳看吧 這是真的 他會突然在睡夢中突然 真的是驚醒 然後突然一股就是 濁熱感跟濁燒感 所以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真的 影瓶妳有曾經火燒心過嗎 沒有 那是所以嗎 所以妳會覺得誇張 有一點火燒心 早上妳的時候 妳就會這樣 這種感覺 是真的 而且會很像吐 然後會覺得這邊很熱 好像快破掉這樣子 我每次看到影瓶 我都覺得她氣色很好 然後感覺很會保養 妳是從當模特兒之後 就開始會保養 還是說妳有發生什麼健康的狀況 後來才開始走養生掛 其實那個時候 一剛開始當模特兒的時候 還都覺得說自己很強壯 什麼都不會感冒 然後免疫系統都很好 可是妳知道 因為其實模特兒有時候就是 夏天的時候 要穿冬裝的衣服 是 然後冬天的時候 要穿夏天的衣服 然後妳知道我在冬天的時候 就是剛好接到了內衣的代言 然後所以妳知道 就在6度的狀況下 6度 對 天氣6度的時候 在淡水拍照 從早上的凌晨6點 拍到下午4點 那個不是很貼難 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的身體已經 狀況都很差了 而且就是無時無刻 莫名的就會感冒 然後可能就是睡眠也不好 然後甚至就是背後還會 就是可能壓力大到七陣子 這個我可以證明 因為我每次的服裝秀 我都會找影瓶來走主秀 但我找影瓶的原因是因為 我所有最透明 然後穿最少 然後可以走秀 全部就是為她而設計 所以影瓶就是妳的菜 對 可以這麼說 對 她在冬天 真的都是穿超透明的 而且幾乎都易不必定 可是國際老師 你很養生嗎 聽說你菜都自己種 好厲害 我也是 我幾年前 真的是 我跟玉琳哥一樣 我有大腸有洗肉 然後我也去做健檢 醫生檢查 然後檢查完 我嚇死了 我長得跟牛一樣 我怎麼可能會生病 我一點都不能接受 壯的跟牛一樣 不是長得跟牛一樣 謝謝妳的指證 不要欺負來賓吧 怎麼會長得跟牛一樣 因為我屬牛 他一直說比較健壯 對 很健壯 其實真的很難接受 所以那時候 我一聽到醫生跟我講 然後醫生特別跟我講 尤其是大腸洗肉 還有我肝也出問題 然後特別講說 你不可以吃菸之類的 不可以吃什麼臭豆腐 或者一些油炸 從此我到現在 一個都被沒碰 你好乖 對 我連走那個 我家住通話意思很近 連經過那個炸豆腐攤的 或者滷肉飯 我都還要繞到隔壁巷子 然後再繞過去 我就是不要聞到那個味道 要不然我會動心再跑去吃 可是因為我這幾年 因為工作實在太忙了 我就是常常都熬夜 然後逢亮片 其實忙 都勞累得很厲害 所以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決定讓我的自己作息 變得很健康 所以後來我決定 在陽明山 然後自己種菜 我所有的蔬菜水果 全部都自己種的 好厲害 然後我已經 我種了兩年 我已經兩年沒有在菜市場 買過青菜了 然後全部都自己種 我們可以跟你分菜嗎 可以 可以跟你買菜嗎 我們今天在攝影棚 真的很有口福 因為林國基老師 今天就剛好從陽明山 帶來現拔的菜 待會兒在現場 我們沒有剪接 直接料理給大家看 直接到現場來做沙拉給大家吃 然後大家一定有喝過很多調味乳 譬如說香蕉調味乳 蘋果牛奶 蘋果牛奶 什麼什麼都有 但是你有聽過地瓜葉牛奶嗎 不是地瓜牛奶 這聽起來就很難喝 對 地瓜葉牛奶 這個是我們美麗達人 我們的影評 今天要來現場示範 什麼叫做地瓜葉牛奶 沒喝過的 待會廣告之後 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回到就是樂樂Live直播現場 相信西瓜牛奶跟木瓜牛奶 大家都一定常常喝 但是影評今天要帶來的是 地瓜葉牛奶 對啊 你聽起來好恐怖喔 真的是OK的嗎 你看一下 我們現場叫地瓜葉 玉琳哥 你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其實 已經也有人試過了 才跟我講 我才開始嘗試了 以免我們小時候 地瓜葉是拿來煮一煮 然後給豬吃 對 你知道地瓜葉 那你環境還算不錯 我們是還要豬吃剩的 我們才有的是 對 不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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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地瓜葉 它其實它有膳食纖維 而且就是很營養 其實地瓜葉現在是一個 很養生的食物 對 而且又可以排毒 但你怎麼會想要把地瓜葉 跟牛奶混在一起 因為那時候就是 反正就是媽媽的鄰居就講說 就是他們那時候 一家人想要瘦身 然後我想說 那我也來瘦身 結果沒想到意外瘦身的時候 剛好也排毒排到 然後氣色整個也變好 然後整個吸引我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也來嘗試 了解 對 那我們今天就教大家 怎麼樣做 你自己在家做的地瓜葉 牛奶 通常就是材料的話 有地瓜葉 然後有蘋果 你也可以說就是 地瓜葉跟鳳梨這樣 然後也可以 不要 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 對 加多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主要以蘋果為主 葉子放兩片就好 不行 鳳梨也滿提味的 然後鳳梨 鳳梨的話就是 其實我自己會有一個小偏方 就是先把鳳梨切完了以後 把它冰到冷凍庫 因為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加冰塊 因為加冰塊的話 它又是對身體不好 要嗎 就是全部都要弄得好好的 那地瓜葉是生的嗎 還是要先燙過 地瓜葉一定要燙 它的營養成分才會出來 對 然後所以我通常呢 我都會就是 先把它的精跟葉 就是洗 你一定要洗乾淨 否則會有土的味道 然後洗完以後 我會先燙這個精的部分 先燙精 把它燙軟一點點 燙差不多燙一個 一分半鐘 然後葉子的話就是 三十秒 了解 然後燙完以後 你一定要讓它量一下 量一下以後 你才可以放到果汁機裡面 影廷 影廷 影廷一段時間不見 妳怎麼吃糖變這麼多 對啊 沒有 不是 我覺得妳現場的這個 妳就直接加醬油膏 就好了啦 奇怪耶 我其實 一定要牛奶 我其實我這個 這加醬油 蒜蓉醬油 不是很好吃嗎 對 妳是在 你毛基老師一定加醬油膏 對 我可以 這一道菜我們對面那個四季補 對 討厭 好了 妳讓它完成 因為其實這個 我都是早上的時候 早上起來以後 我是空腹把它喝的 空腹喝這個 然後再把蘋果加下去 蘋果大概多少量啊 蘋果差不多一顆 如果說兩個人的話 就是一個蘋果 然後如果一個人就是半顆 影廷有話中玄機 不會是我跟媽媽 OK OK 好 逃過一點 然後鳳梨 鳳梨 鳳梨可以多放一點嗎 可以壓多地瓜葉的味道 然後加幾塊土雞肉 不行啊 放一點土瓜 可以抓起 弄幾個蒜頭 能不好奇問一下 那個什麼 地瓜葉的營養功效 到底主要在哪裡 那問一下營養 應該說 剛剛就是聽到那個影評 講到這個地瓜葉牛奶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影評很聰明 他加蘋果跟鳳梨去提那個味道 但其實門診間真的很多患者 直接問說 聽說地瓜葉牛奶可以降三高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會提這個問題來問 但其實 妳就說叮咚叮咚這樣子嗎 還是啪啪啪 不是 這個應該是說主要的功效 主要的那個好處的來源 都是在於那個地瓜葉 它膳子纖維含量非常多 我看是不是 對 好 你剛剛在他講的過程當中 你又加了什麼東西進去 我沒有加什麼 我就是加了蘋果跟加鳳梨 還有牛奶 可是影評那個牛奶 需要溫過嗎 還是 牛奶都是冰的 冰的 我們一大早起來喝很冰 會不會很涼 所以其實你可以鳳梨的話 鳳梨你可以先不要冰起來 它就是溫溫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女生很怕含 那如果只是膳食纖維的話 那有膳食纖維的東西 到處都有 是 可是地瓜葉它營養出來 你不要一直聽它管 他現在就不要介紹 地瓜葉牛奶 你好好吃 比地瓜葉好吃 而且它有膳食纖維的東西 那你可以一早 你就可以吃到地瓜葉 你有可能你早上就吃什麼 不要跟他前進變 我們乖 你就打你的地瓜葉牛奶 我打 地瓜葉牛奶 卡住了 對 奇怪耶 因為你知道料太多了 這看起來好恐怖喔 其實 這個好像中一節目的 終極大廚 對啊 要不要加一些蒜頭 請看 我等一下加辣椒給玉琳哥 我覺得很像不懲罰 其實你就把它打到那個葉子 你看不到那個一片一片的 對 現在其實還是看得到 要再多一點 要再一下下 好 差不多應該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 怎麼覺得真的很像中期感 我覺得隱萍是一時下手太重 結果搞那麼大杯 夜子還沒打 沒關係 其實差不多可以了 不好意思夜子還沒打散 那膳食纖維會比較多一點 大家就是 所以隱萍我們到不用過濾就直接 都不用 真的如果吃到渣渣怎麼辦 有一個網子可以 所以 那渣渣卡牙齒怎麼辦 所以筋在燙的時候 一定要燙一分半鐘 因為你如果燙太快的話 你就有可能咬到渣渣 我們現在 從現在開始我們大家行行好 不要再挑剔他 他要爆炸了 我真的是為了你們的健康著想 對 他喝了就知道 玉琳哥 你最有問題的人 你直接喝 光說不練是假把戲 就是他長得 口莫橫飛 你剛剛那邊有加辣椒 我真的沒有騙你好不好 難喝我當場就吐出來 好 好 難喝的話你當場吐出來 好喝嗎 你要吐哪裡 吐 怎麼這麼好喝啊 你看是不是 而且都沒有地瓜葉的味道 很奇怪 Why Why you can do that 我可以走過去嗎 可以吧 好想喝喔 你這樣講我變得很想喝耶 真的 就是吉祥聞 聞得到地瓜葉 可是你真的在喝的時候 你是喝不出來 然後它那個地瓜的味道 完全被轉移掉 對 而且很好喝 是OK的對不對 好好喝喔 怎麼樣 這完全 零地瓜葉的味道 完全沒有對不對 完全沒有 你蘋果家對了 還有鳳梨 對 完全沒有地瓜葉的味道 如果我這樣被人家看了筋尾 我願意喝 因為這是好喝的 你早上要叫你老婆起來幫你喝 對啊 而且地瓜葉是不是很便宜 可是 要看啦 地瓜葉也要選 你不能選太老 對 要嫩一點的 因為你嫩一點的話你那個 就是燙起來的那個顏色才漂亮 對 其實地瓜葉我也做 因為地瓜葉有分兩種 有一種是長地瓜的 有一種是純吃它葉子的 所以 其實我們去買 是用來吃葉子那種 它會很嫩很好吃 對 它燙過 所以它那個生味會整個就是不見 所以燙的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沒有 可是你去外面吃燙青菜的時候 你如果是燙地瓜葉 直接加醬油 它地瓜葉的味道還是很重 所以它其實應該是蘋果跟鳳梨 鳳梨在提味 在提牌的味道 對 這奶香很好喝 而且重點是它 水果 蔬菜跟蛋白質都有 所以我覺得營瓶這個真的好適合 它有蛋白質嗎 哪裡有 牛奶 牛奶是優質蛋白質 各位小姐 妳剛剛有沒有在錄影 我不是有說哪裡有蛋白質 有 牛奶 所以如果早上的話 空腹 因為他說他吃的空腹 喝這個是OK的嗎 其實空腹的話 我會建議胃比較不好的人 鳳梨就不要在空腹的時候加 鳳梨味 對 它會比較容易刺激 如果不加鳳梨 有沒有什麼其他可以替代的 其實單加蘋果跟地瓜葉 我就覺得很棒 因為剛好一個蔬菜一個水果 搭配起來再加個牛奶 很均衡又剛好 OK 如果是我們早上 只有光喝這一杯的話 還有沒有需要再搭配地瓜 或什麼的 如果沒有飽足感 如果沒有飽足感的話 喝這一杯其實就真的很棒 其實會飽 真的喔 那自己是小鈕味 可是會很容易餓 對 所以可以吃 如果上班的時候 我沒辦法 對 我大概撐兩個小時 我就開始咕嚕叫 我一定要去買東西 可以搭配全顧 就是剛提到的地瓜 它鳳梨 蘋果其實再加什麼 你知道嗎 就會剛好 什麼 加什麼 加筆 我就不知道要講這個 真的 好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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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超有口福的 因為這一杯地瓜葉牛奶 徹底打翻我 對地瓜葉牛奶頭 好喝喔 就是原本覺得它可能不好喝 因為她剛才說 妳可不可以地瓜葉就地瓜葉 不要地瓜葉配牛奶 我說真的配牛奶 我覺得觀眾朋友 可以試試看 而且營養師也說 這輩子真的很營養 又適合早餐 那廣告之後 今天林國基老師 特地從他的陽明山上 他自己種的菜 摘了菜給我們 我們廣告之後要吃 青木瓜沙拉喔 厲害… 我們常常去泰國玩的時候 都要吃一盆青木瓜沙拉 然後大家都會想說 在家自己做會不會很麻煩 可是國基老師說 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太簡單了 尤其是所有的 尤其男生 單身看 真的嗎 你不要以為說很複雜 其實超級簡單 你現在零零總總排起來 感覺滿複雜的 對 可是我需要大家 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雖然你是自己弄 或者你是男生女生 都沒關係 千萬不要虧待自己 你要讓自己擺盤出來 就是很澎湃的樣子 了解 然後我又是一個 做時尚設計師 所以顏色的搭配 我也是很在意 真的耶 做菜還可以顏色 真的耶 一句說 不用那麼複雜對不對 對 但是你這樣子綁成這樣 其實也就是假的而已 不是 好看 就漂亮 我們出來吃健康 真的是視覺效果 也要注意 那我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推薦大家 吃青木瓜沙拉 因為我要告訴大家 青木瓜在台灣 非常容易種 像我都自己在山上種 真的喔 像這一顆木瓜 是我今天要來露營 我下午三四點去摘下來的 這個耶 清閒的青木瓜 非常新鮮 然後我那個木瓜 長得超有誠意的 一顆木瓜裡面長的 那請問一下 長得沒有誠意的是 就只有兩三顆掛在那邊 然後非常害怕 然後露出尖笑這樣 對 然後我的木瓜一次可以長五十顆 好厲害喔 真的 剛剛老師有給我看他的照片 真的是太厲害了 所以這是今天下午三點 才摘下來的青木瓜 對 然後我們在做的一開始 我們先把它掏濕 或者你如果很會切的話 了解 你可以切濕 切完了以後 你就是把它弄一點鹽巴 把它抓一抓 你可以用在袋子裡面抓一抓 稍微抓一點鹽巴 讓它去那個腥 有一個腥味 然後弄完以後 你丟下去冰鎮一下 讓它保持那個脆度 了解 好 這個青木瓜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菜了 主菜 那旁邊還有什麼配料呢 我們為了配顏色 這個紅蘿蔔也是跟它一樣的做法 也是切濕 然後去把它去一點味道 對 洋蔥也是切濕 切濕 你就是為了讓它一致 所以你盡量切的那個細度 跟它很接近 了解 這樣比較好看 那我知道番茄一定是為了配色 配色 那除了配色它真的是 非常的營養 那其實我這個青木瓜這個沙拉 其實它養分非常多 青木瓜裡面有個酵素是非常棒的 木瓜酵素之類的 對 尤其是對那種玉琳哥是很棒 木瓜酵素裡面其實含有一些 可以分解我們蛋白質 油脂等等 所以很多人飯後容易脹 木瓜酵素其實很適合在飯後 對 那坊間流傳說可以通乳是真的嗎 其實通乳 青木瓜 就是可以長胸部 對 應該是說它可以讓我們皮膚 比較膨 對 所以對於胸部有一定的幫助 那跟通乳有什麼關聯 我們在營養學其實會講對皮膚好 沒有 通乎這兩個字 因為不雅就對了 不是啦 沒有關係 豐胸 豐胸呢 可以講豐胸嗎 因為它是一種療效 我們並不會直接說它就會怎麼樣 我了解 可是很多小胸部 沒有 還是很多小胸部 就是應該說它可以讓皮膚比較好 所以看起來比較膨 了解 皮膚好 多吃舒服的水果 其實我這次整個搭配是要讓維生 維他命就是有ABCD都有 都有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面呢 也把我們中秋節剩下的柚子 你會不會剩太久 沒有啦 還是有一些還滿好的 那我們就把它弄成絲 也可以幫那個味道提的很棒 然後這個呢 這裡面是我的秘密武器 就是你要弄一點魚露 我們去東南亞 常會真的魚露味道很香 什麼東西加魚露都變好吃 對 然後跟那個青木瓜絲 更是絕配 然後裡面弄一點點蝦仁 那要放一點亮片嗎 沒有 亮片只有狗 吃了就會自己發亮 這個呢 對 然後這個兩個是一樣的 我只是等一下 大家可以再調 魚露 然後接下來就說 如果你想要辣一點的 你可以辣椒 這個辣椒也是我自己種的 好厲害 然後它是挑好 這是白果園 你幾乎什麼蔬菜都在做 所以我一整年都不用買青菜 然後蒜頭 你可以剁一點蒜末 把它剁碎 然後當然 你如果想要弄 可以加一點花生 會更可口 但是 我會覺得說花生 很多人都覺得他會怕胖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 我建議大家用堅果 那堅果類裡面 你可以有很多東西 你把它剁碎 好 那其實來加也不錯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做囉 對 做法是不是還滿簡單 對 非常簡單 我們就這些都處理好 應該就是全部放在一起就可以 對 我們就把它弄在一起 記住喔 你的水分不要讓它進去 來 我們都把它弄進去 對喔 那把這些我們一次把它加進去 我們一次把它做完 天啊 你看多豐盛 這看起來就很豐盛 而且國際老師很重視衛生 你看他還特別戴那個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 對 要分給大家吃的嘛 那你會被他們會成是法醫 好 我們這個 這個當然要非常注重 我們就這個整個要貨一貨 那我幫你辦好了 好 你辦我辦 然後你要加什麼別的 然後如果說你要剁碎東西 你可以用一點簡單的工具 這最後來加 當然這個時候我們重頭戲來 我們當然這個也加一下 把這個散在裡面 這個很好吃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 讓它有點檸檬的那種酸味 你可以加一點檸檬 加一點檸檬 你可以按照你個人的喜好 可以加半顆或一顆 那最後當然我們加我們的魚露 這個特質 這個一定要加的 魚露給它加下去 當然我們可以讓大家多 吃一點很健康的 小專是最有生活力的大師 對 沒錯 生活力是一本書 對 那不是我出的一本書 怎麼剛好我也有 怎麼這麼好 對啊 你的真好 我今天來錄影之前才買的 真的好 好 這時候 我們其實有很多選擇 如果說你想要有點薑 你也可以加薑 但是我今天選擇不加 如果說這百香果也是我種的 好厲害 你也可以加一點百香果來吃 你會也很好吃 對 那其實這整個貨豪 我們當然 我種了還有紫蘇 還有薄荷 你也可以加一點點 老師你要不要加一點堅果 進來 我們還剩三分鐘要分給大家吃 快 快 還剩三分鐘 還剩倒數三分鐘 進食 好像是有抬了一個姊妹 對 要不要加一點 這個適不適合加薄荷 有 有一點 我們就讓它配一點顏色 你卡手可能很嫩 好 我很嫩 好 這樣也可以 那來 最後番茄也要加 番茄 怎麼會這樣 差一點點 還有那個地瓜葉 趕快來地瓜葉 沒有地瓜葉 沒有地瓜葉 是上一趴 好了 我們來先 我們分享 民可思亞 分一下給大家吃 大家一定要吃吃看 這是我跟老師的 好多喔 接下來後面就沒了 不會 OK 來分給大家分數 今天吃了滿多纖維質的 那邊還有三盤 對 好 這邊還有三盤 那邊還有三盤 玉琳哥你要多吃點 對 這個對台便順暢有幫助 給他一點番茄 是吧 它的纖維含量比木瓜還高 青木瓜比木高 比地瓜葉呢 所以 比地瓜葉 地瓜葉 青木瓜不相上相好不好 不相上相 營養師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青木瓜是真的會對 就是它的營養纖維比較高 是不是 對 很多人應該會想說 因為青木瓜跟木瓜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青木瓜跟木瓜比起來 青木瓜的 大家都有了嗎 都有了 它的纖維含量是 木瓜的雙倍 就是它每100公克 就含2.7克的纖維 今天老師後來加了那些料 你都有在看 那些料的話 有沒有什麼幫助呢 這些料應該是說 除了配色好看之外 它蔬菜也有了 水果也有了 尤其是它後來堅果 又配上了紅蘿蔔 這搭配很好是因為紅蘿蔔 它是脂溶性的維生素比較多 那堅果又是油脂類的 所以它們相浮相乘 吸收效果會更好 對 好好吃 今天我們要煎餅當當的菜味 我忘了在意 對啊 非常好吃 漂亮啦 感覺真的就是來到泰國 泰國風很強 很牛 真想跟你說句沙瓦底卡 其實我滿推薦大家 可以在家裡自己做 因為它實在非常簡單 這在飯後吃的話 很幫助消化其實 可是我們平常去泰國 不是都飯前在吃青木瓜嗎 所以如果你是建議的話 你是建議可以飯後吃是不是 飯前吃的話 因為它比較酸酸辣辣的 可以開胃 但飯後吃 它裡面的木瓜酵素 可以幫助消化 所以這道料也真的 一見二顧 摩納仔兼喜庫 你讓台語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這道料理得來不易 因為是國基老師是親手種出來的 對 所有蔬菜水果 然後金木瓜是早 今天下午4點才摘下來 所以很新鮮 可以推薦給大家 但是女生除了想要瘋 應該說皮膚變好之外 我們廣告之後要帶給大家一道 是可以補充膠原蛋白 白木耳膠原露 廣告之後來喝喝 好 好 如果說我們現在在這個時節 其實一年四季 女生最喜歡的就是希望 皮膚水水當當要很漂亮 但是大家都會想說 如果我們吃太多甜食 其實對身體不太好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用 譬如說老祖宗的智慧 有一點點中藥加進去 有沒有辦法幫我們的皮膚 補得那水當當的 對 女生皮膚一定要水當當 所以今天我就準備了白木耳 來這邊煮白木耳膠原露 對 而且我裡面最重要的是 剛剛老師都已經去陽明山 獻採的食材 妳這是獻採的 這是我昨天凌晨熬煮出來的 白木耳 對 白木耳膠原露 我一個很大的疑問 因為一般人都說 吃白木耳會白木是真的嗎 那個人就是 那個人就是你 那個人就是你 OK 繼續… 打擾你們 不然叫銀耳露好了 銀耳露 就這樣就不會有白木兩個字 對 銀耳露 白木耳到底有什麼 為什麼大家一直很推崇白木耳 因為應該是說 大家想要補充膠質 都會想說要吃什麼豬膠 什麼一些很比較高油脂的 豬皮 幹嘛的 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 想要吃膠原蛋白 就吃了一些動物性的皮 對 其實這樣子油脂含量很多 如果又變胖了得不償食 所以這時候植物性的膠質 就是白木耳 那營養師跟… 那黑木耳有差嗎 對 黑白木耳有差嗎 其實黑白木耳 在我們營養學裡面 就是來講的話 黑木耳它的含鐵量 會比較高一點 對 但是其實它的營養成分 跟一些熱量什麼 是一樣的 黑白無常有分別嗎 黑白無常的話 不要去醫院 怎麼辦 你不要理他 我跟你講 現在不要接他的話 這樣的話 好 我們可以煮了嗎 可以煮了… 今天這個其實 今天有準備什麼呢 我們今天準備了就是白木耳 這個白木耳 其實很多人會用乾木耳下去炒 對 但是我昨天其實是買了 那個有機的木耳 所以它要挑選的方式最簡單 就是它是直接一整朵的 它是直接這樣 就這樣 它就這樣一整朵的 真的耶 對 它這樣沾下來就是一整大朵的 非常清新 而且很香 就是真的很香 就是有一種香甜的味道 有一種清香味 對 而且白木耳它挑選的原則 最大的重點就是它不可以雪白 它要米白 米白才是沒有經過漂白的 如果是雪白 有可能經過加工處理 對 它可能漂白過 想要讓它更漂亮 所以其實挑選白木的時候 從這個梗心到外面 是由黃到白這樣淡淡的出來 像是一朵花一樣 對 漸層出來 這樣是最新鮮 最好吃的白木 好 那旁邊呢 旁邊我就準備了枸杞 因為枸杞 我們現在用眼過度 比較可以有明目的 對 明目的那個中藥的效果 紅棗的話是因為我用它來取代糖 所以這一碗是沒有加糖的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紅棗去哪裡買 怎麼會這麼大顆 這也是我真的特地挑選的 這超大顆 不可以直接這樣吃 紅棗界的巨人 對 好大顆的紅棗 它也是有機黑紅 有機紅棗 有機長這麼大 好香 真的很香 所以用這個比較大顆的話 平常我一鍋 可能要放10顆小的 我可能這個放7顆 就很甜 而且很香很好 是 紅棗的功效是什麼呢 紅棗其實我拿來這邊 其實主要 因為它是中藥材的關係 不是 不是 我這一道最主要的功效 是我拿來把它代替那個糖 因為很多人說 要不要加冰糖 要不要加什麼加什麼 所以你不加冰糖 我完全沒有加糖 我就是用紅棗的甜分 對 我完全是用紅棗甜 妳真型 好厲害 所以 那枸杞就是明目的 對 枸杞明目 所以白木耳的話 我們就是增加那個膠質 了解 因為現在很多人 就是現在很多人久站 或者什麼膝蓋也會不好 膝蓋不好 對 其實膝蓋跟膝蓋中間的花液 我們可以用植物性的膠質去補充 對 好 譬如說有一些婆婆媽媽 或是一些老人家 膝蓋會有一些問題 補充膠質也很重要 所以就吃白木耳就OK了 對 有些人可能會有 退化性關節炎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這個問題 就要找醫生 但如果沒有 我們就要用這些食物 來當營養的補充 好 食材看起來很簡單 只有白木耳 紅棗跟枸杞 那怎麼煮咧 這就更簡單 來 首先呢 一個電鍋 把蓋子打開 對 真的超簡單 但其實我昨天是用鍋子 真的這樣熬煮的 但如果家裡有電鍋的話 直接用電鍋是最方便 了解 這樣子一個鍋子 可是這個白木耳其實是要先 就是把它切碎 切碎 至少要一朵一朵要分開 對 現在就是適意圖 假裝切碎 然後這個梗可以就是去除 這樣 然後好 切碎囉 切碎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放紅棗 紅棗的話我會用刀子這邊剝開 讓它味道可以釋出 對 剝開之後畫一個 但我要提醒妳一下 還剩兩分鐘 對 那通常的話這樣子 我們大概 就全部都會把它加進去 沒錯 這時候我會大概1000CC的水 對上7 8顆左右的大紅棗 然後這個枸杞不要加太多 因為會有一個色味 就是色色的味道 對 所以這樣撒一點點 對 然後我們全部就是加水 然後醃過去 OK 好 然後成品就在這裡 我們想要吃成品 來 沒問題 直接分食 那進食堂要不要吃 沒事 JUST KIDING JUST KIDING 你不要理他 好 來 我覺得營養師煮得好紅棗 好 我來 過真假的 對啊 這看起來就很厲害 謝謝 而且它的膠質感覺超多的耶 有沒有 這個才放一朵半而已 玉琳哥你先幫我們吃 然後嗦嗦口感 真的是好焦 什麼好焦 不是那個焦 很有焦質的那種焦 對 然後也很爽口 好好吃 感覺那種天然皮膚就很強 不會是營養師 真的是 都有了嗎 都有了 好 然後再一碗 那我們兩個吃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無論是 你是不是想要皮膚水當當 或是說你想要補充關節 因為我覺得這種植物性的東西 吃起來是 對身體健康無害了 對不對 而且會吃到那個清甜的味道 對 而且滿濃稠的 那很多很怕甜對不對 它這個就不會有那種 太膩的那種甜 它真的是沒有加冰糖的耶 完全沒有 它的甜味完全是取自於這個紅棗 自然的味道 這隻紅棗真的超好吃 對啊 因為它的紅棗的甜味 所以就是不用加冰糖 對 所以有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吃 有些人想要吃一點冰糖的話 還是可以加 還是可以加 那如果有些人血糖問題擔心 我們就用紅棗嗎 對 那營養師我們是每天可以吃還是 每天可以吃 每天可以吃嗎 每天可以吃 因為這個白木其實是蔬菜 了解 對 好 那當然對健康 對大家來講很重要 如果明天我們的就是娛樂 我們會做差不多的主題 所以如果喜歡健康 想要吃得更健康的朋友 也可以鎖定我們明天的節目 我們會聽說 我們會說